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现在呢 T-Boss手里有两个非常帅气的恐龙蛋 一个是我们橙色的 一个是黑色的 这里面又藏着怎样的恐龙呢 T-Boss 恐龙是很凶猛的怪兽 你不会害怕吗 嗨 我这么强壮 当然不会害怕了 何况他们乘坐着时空机器来 应该不会来找事情吧 我们只是要知道 关于恐龙的生活习性就好了呀 T-Boss说的有道理 那现在这两颗蛋 我们应该先拆开哪颗呢 要不然就是这颗黑色的吧 好嘞 那我们就先拆开这颗黑色的来看一看 好 我们现在来拆开恐龙蛋来看一看 我们得到了一个恐龙的拼装图纸 还有呢 一只恐龙 这是一只什么样的恐龙呢 我们拆开来看一看 哇 我们先把它的四肢呢 都给它拼插上 看来这只恐龙也比较凶恶哟 还有它的头部 哦 原来是这样的一只恐龙呀 啊 我知道 我知道 这个呢就是高级龙 也叫高级龙或者多级龙 它呢就是被翻译成有高级的蜥蜴 生活在白俄纪早期的加拿大 嗯 约至今有1.2亿至1.08亿年前 和大部分恐龙的鼠是一样的 高级龙只有单一种 这种龙的体型非常的庞大 它的标本呢可以长到11.5米 而且体重也达到了6吨 是我们现在发现的比较大的恐龙之一哼 那么看来呢 这只恐龙并没有烤住我们的T-Boss 看来T-Boss对于恐龙方面的知识 知道的还真是比较多呀 嗯 就是 不过没有关系 我们还有一只恐龙蛋 接下来就让我们看看 另外一只恐龙蛋里的恐龙 会不会烤到T-Boss吧 我们撕开它的外包装 嗯 这个呢是一只甲龙 我们看到它的身体呢 大部分已经被我们拼装起来了 那我们把它呢先安装上 看看 这是我们恐龙的头部 嗯 这个呢是它的尾巴 哎 它的尾巴高高的向上扬起 这是恐龙看起来倒有点像穿衫甲 那它是谁呢 其实它就是我们的甲龙 我们看到它的脊背上有厚厚的甲 包括它的尾巴上都有一个甲哟 那T-Boss这只恐龙 你又有什么要跟我们说的吗 嗯 甲龙呢也难不倒我 甲龙是一种以植物为食 全身披着铠甲的恐龙 它们一般呢有五六米长 后肢要比前肢长 身体笨重 只能用四肢在地上缓慢地爬行 看上去有点像坦克车 所以又有人把它叫做坦克龙 甲龙的化石呢 也在北美洲西部的地层被发现 它的年代属于白鳄鸡的末期 虽然我们并没有发现完整的甲龙的骨骼 但是呢 它还是被认为是装甲恐龙的原型哦